一直拉着志工的手聊个不停 这是2014年李谢涵阿嬷与慈悸志工在疗养院相聚的画面 十多年前家人相继离世后 马来西亚吉达李阿嬷就成了独居长者 几年前开始因病不能自理 因此他的朋友找上慈悸 希望能让阿嬷安享晚年 2017年12月阿嬷在疗养院病逝享年95岁 志工全程协助后世 李阿嬷生前常去的泰国寺庙 也免费提供骨灰塔 圆满他人生最后一段里程 大海新闻尤禁贝洪爱席马来西亚报道